你看就是说咱念这个原文 它这个原文的这个结构啊 咱都能够直接的把握 就是有好多的字 你看就像这个 这个读堂 总冰官这些呢 你要转写成汉字呢 好多人他一时反应的 转写成这个罗马拼音 他好多人还一时间反应不出来 他跑到那字典里头去查这个都是什么 他和半天都差不多 所以就直接念原文 然后在上下文里头一推敲 好多东西就容易看清楚 所以这个读原文 是一个必须修炼的这个功夫 就这么议定了 给孙波把这个画 把这个议定了的画干啥呢 下面他又这个结构又变了 他这个满文的叙事结构 跟这个汉文就不太一样 这个你看 F7 这个汉人呢 或者名人呢 如果F是赴约 就是那个姑父 就是或者说是就是那个实言 说了不算 这个7就是如果就是如果汉人呢 实言说了不算 你看汉语 这个明帝 明朝皇帝 所以就是一定要读原文 你才能知道他说的是啥 你从那个转写里头去推敲 往往离原来的这个处境就差很远 因为你看到那个转写啊 它是一种现代化的这个拼音 它离这个原文的处境完全不同 你会用一种现代人的思维结构去翻译 翻译出来 这个像这个应该是翻译成明帝 这个汉是个皇帝 但是呢 你就会翻译成这个中国人的大汉 这个就有点扯了 好 明帝的广宁 广宁的都唐 总兵官 辽东的都立 就是倒台 副将 副将 葛人一都立 各位倒台 然后这个是参将 这就是为什么我用c 我在写论文的时候 我就用c abc的c来写这个词 然后an 像这个7 我就不用c和i来翻 我就是用这个q和这个i来翻 这个7 本身也像汉语的这个7嘛 起来那个7嘛 对 也就是说一定要会原文 然后你才能发展出更好的转写方式 而不是学别人的转写 用别人的转写来做研究 那么别人不转 你就别开始研究 你就别动工 你这个研究就特别特别被动 别人不做 你也不能做 如果学界全是这样的学者 那就没办法推动了 好 这个参将 俄热 宁根 阿姆巴 亚门 一 哈凡 俄赫 水 一起去你 什么 基数热气